重审耶稣史特伯第八章信仰的公式 信仰的公式 经过长达六百多天和无数小时的个人研究以后 我在耶稣事件里所做的裁定是清晰的 可是当我坐在书桌前面 我明白我需要的不只是一个理智的决定 我需要像莫尔兰德在上次谈话中描述过的 去实际体验它 在想方法实现这一愿望时 我拿来一本圣经 翻到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 这一节我在访问期间曾读到过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 这一节经文里的几个主要动词 精确说明了要怎样才能越过 只在理智上承认耶稣为神的阶段 进入和他长久的关系里成为神的家庭中的成员 相信加接受对于成为神的家庭一员 一意相信 我是学新文学和法律的 所受的训练使我指认事实 不管事实领我到什么地方 对我而言 事实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耶稣是神的儿子 为我替罪受罚而死 而我犯了很多错误 理应自己受罚 我做的错事实在太多了 事实上 我一向过的是猥亵 酗酒 自私和不道德的生活 在我的事业里 为了个人利益 我背后重伤同事 为了抢新闻 时常不顾道德与法律的规范 在家庭生活方面 为了事业的成功 不惜牺牲妻儿们的利益 我说谎 占别人便宜 欺骗人 胸襟狭小的我 对人也非常不讲情谊 我人生的主要原动力 是追求个人享乐 可笑的是 我对享乐追求的越热烈 他就变得越难以捉摸 越能摧残我的生活 我读了圣经 才明白到是罪恶 使我远离庄严 圣洁的神 我多年来否认神的存在 已经走得非常遥远 我越来越明白 我需要耶稣的十字架 来助我跨越这个鸿沟 使徒彼得说 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死 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 为了引我们到神面前 比前三点十八分 所有这些现在我都信了 历史证据 加上我自己的经验 力量大的无法抗拒 二 介绍 我在调查期间 研究过别的宗教 他们所依据的是 做的方案 换句话说 你得做点什么 比如说 使用喇嘛教的地藏车 不识 朝圣 相信轮回转世 积善来消除涅障 用各种的功德来进入涅槃 尽管许多人努力去做 诚心诚意去做 却徒劳无功 基督教独一无二 所依靠的是成了的计划 耶稣已经为我们在十字架上 完成了我们不能为自己做成的工作 我们背叛 犯罪 本应受到死的刑罚 但他却为我们受死 让我们可以与神和好 我无需靠自己的努力 去做那不可能做到的事 使自己成为完全 圣经再三告诉我们 耶稣愿意宽恕我们 并把永生赐给我们 参阅罗马书 六章二十三节 以福所书 二章八至九节 提多书 三章五节 这就是恩典 奇妙的恩典 人缘不配受的恩惠 任何人只要肯真诚悔改 祷告都能得到 像我这样的人也能得到 是的 我得凭信心踏出第一步 就像我们在生活中 做任何决定时一样 但这里有一个重要区别 我不再在强大的证据拘留中 逆流而上 反之 我决定顺着事实 拘留的方向前进 这是合乎真理 理性与逻辑的 还有 在我内心的深处 不知道为什么 我感到 那也是圣灵 指引我要走的道路 于是 L981年11月8日这天 在诚挚而自然的 向神的祈求中 我承认并离开了我的罪孽 借着耶稣 接受了上帝的赦免 与永生的恩典 我对他说 从此以后 在他的帮助之下 我将跟随他 活在他的旨意里 没有闪电雷声 没有耳朵能听到的回答 没有激动的感觉 我知道 有些人在这时刻 会感到情绪的激荡 可是我感受到的 是另一种 同样使人振奋的 理性的激荡 三成为 做了那个步骤以后 我从约翰福音 L章刁二节中知道 我已跨越门槛 进入一种新的生活 我从此有所不同了 我已成为神的子女 借着死后复活的耶稣 得到儿子的名分 成为神大家庭的后四 使徒保罗说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林后五 L七 果如其言 随着时间的推移 在我努力跟随耶稣的教导 接受他的改造的时候 我做事的轻重缓急 价值观和品格 都在逐渐改变 我越来越喜欢 让耶稣的动机和观点 变成我自己的 套用马丁路德金的话 我虽然还不能做那个 我应该做的圣人 可是谢天谢地 我可不是过去的那个人了 也许对你而言 这听起来还很神秘 不久以前 我也觉得神秘 可是现在对我和我周围的人而言 这些却很真实 事实上 他在我生命中所起的变化之大 在我归主后不到几星期 我五岁大的女儿爱丽勋 就已察觉到 她居然对母亲说 妈咪 我要上帝改变我 就像她改变爸爸那样 这个小女孩只知道 她父亲曾经亵渎神 坏脾气 说话粗鲁 经常不在家 她从来没有请教过一位专家 从未分析过数据 从未调查过历史证据 却从近处看到 耶稣如何影响一个人的生命 其实她在说 如果上帝对大人这样 我也要他这样对我 回顾街二十年前的我 可以清清楚楚地 看到我决定信主的那天 是我整个生命中 决定性的转折点 你必须自己来定案 现在轮到你了 本书一开头 我便请你像一个公正无私的陪审员那样 来审视这些证据 并根据证据 做出你自己的结论 到头来 这事是由你来定案 也只能由你自己来定案 别人不能替你投这一票 也许你再读过 一个又一个专家的证词 听了一个又一个论据 看了一个又一个问题的答案 又用逻辑的思维和常识 审查过这些证据之后 你也像我一样 发现有利于基督的证据 是决定性的 无可推诿 约翰福音 一章十二节所要求的相信 已不是问题 现在要做的是 接受耶稣的救恩 成为他的儿女 走上属灵的道路 开始过欣欣向荣的一生 直到进入永生 对你来说 现在是跨出第一步来实践的时候了 我从心底里 希望你能开开心心地踏上这一步 可是 你心里或者还有些疑难 我在书里探讨的那一切 还未能碰触到你心中那悬而未决的大问号 对 没有任何一本书可以解决所有的疑难 不过 我相信 我在这本书里提供的大量资料 应该可以让你愿意 而且觉得有一种迫切的需要 去继续追索下去 碰到你认为 证据有待加强的地方 你可以去找权威的专家来讨教 如果你自己找到更好的 可以解释某些事实的理由 不妨拿出来做一番毫不留情的检验 本书列举的资料来源 也可以被应用做更深入的研究 有详细注解的 圣经是很好的解惑工具 要想对每一个问题都有十足时的解答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但一旦手头掌握的资料充足 就应该下决心做出你自己的决定 你甚至可以向上帝轻轻地祷告 求他引领你明白他的真理 能认识他 我这个过来人 衷心希望你能一步步地这样走着 开展你的心灵之旅 同时 我也觉得有责任提醒你 要将此事当作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来对待 你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关乎着一生幸福 切莫掉以轻心 麦尔克莫菲说得好 在整个案情的调查中 得失攸关的不仅是真相能否大白 还牵涉到我们自己 换言之 要是在基督一案中你做出的决定是对的 你的将来 你的永恒生命 便取决于你将怎样回应基督的呼唤 正如耶稣所说的 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 必要死在最终 约8点24分 此言既冷静又严肃 出自关怀人类又有全能说这话的耶稣基督 我引用他来证明这件事的无比重要 希望你能积极彻底地考察 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真凭实据 最后我强调 已经没有其他的道路可供选择 如山的证据说明 绝无他路可走 才华横溢也曾怀疑过基督真理的学人 剑桥大学讲座教授CS卢一世 后来在确凿的证据前低下头 接受了基督 他说 我这样做 是希望我们别学他人 说些对耶稣的认识不够智慧的话 比如我愿意承认 耶稣是一位伟大的道德教师 但我不能接受他称自己为上帝 这种话不应出自我们的口 一个人若是凡人 说出像耶稣说的那些话 绝不会是伟大的道德教师 他若不是疯子 便是从地狱来的魔鬼 你得自己做决定 相信这位耶稣 过去和现在都是上帝的儿子 或者相信此人是疯子 或者是比疯子更坏的东西 你可以把他当作笨蛋 叫他闭嘴 可以吐唾沫在他身上 把他当邪魔仔了 你也可以俯伏在他脚前 称他为主为上帝 但千万别自以为是 互长互短的 单单把他当成一位 人间伟大的教师 他没有留下丝毫可以让我们这样 说的余地 也没有只做伟大道德教师的打算 他会做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選一天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